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每天的下午2点半,股民朋友们都会特别精神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个2点半魔咒 这个时间点也是一天当中最可能发生奇迹的时候 因此也有人称2点半为金色2点半 很多机构、庄家都会选择在金色2点半进行操作 他们拉升西头或者是放量阵仓也往往都是在尾盘 我个人更是对尾盘悬谷情有独钟 尾盘悬谷省时省力,又能直击要害 名副其实的金色2点半 我在前面也给大家讲过两期尾盘悬谷的内容 深受大家的喜欢 那两个悬谷方法都是我多年股市生涯 真金白银换来的经验总结 绝对的独此一家 而最近经常有粉丝和我讲 说老师啊,随时随又抄你的视频了 索性呢,我也就去网上逛了一下 好家伙,人家不光抄啊 还把我的战法发扬光大了 甚至有个大V啊,还拿着我的战法 反反复复的讲了大半个月 每天就是选股验证,再选股再验证 然后就是赚了多少多少钱 此情此景啊 我内心不知是欣慰还是惆怅 不知道我的粉丝朋友们 有没有用那个战法赚到钱 好了啊,今天就多说了几句闲话 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 老朋友点点赞 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啊 都说尾盘宣估好处很多 但是啊,这里有个非常大的误区 我们一定要知道 很多人都说尾盘放量急速拉升 第二天都会上涨了 至少是有溢价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两张图片啊 左边这张不难看出是分式图 右边这个是日K线图 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啊 它尾盘的时候啊,急速拉升了八个多点 成交量呢,也很配合啊 出现了高量注 但是股价后面两天啊 却连续暴跌了16个点 我们再看一下这只股票啊 也是啊,同样的出现了尾盘拉升 尾盘最后一分钟啊,拉了涨停 从成交量可以看出啊 绝对是超级大单啊 这种行为啊,肯定是主力干的 但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一天啊,出现了尾盘急速拉升 但后面几天啊,连续暴跌 跌得惨不忍睹啊 看完这两个案例啊 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不是说老师故意找反的案例 是因为啊,这两种情况是必然结果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两个案例啊 这些尾盘急速拉升啊 第二天暴跌的 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点啊 第一个就是啊 它们都是在收盘前的 最后一两分钟拉的 第二个啊 它们都是拉了一条啊 垂直的直线向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垂直的直线向上 大家知道我要说啥了吧 像这种尾盘拉升啊 它们确实是主力干的 它们选择在最后的一两分钟拉升 就是因为啊 散户来不及反应 还没卖就收盘了 这样的拉升过程 对主力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没有抛压 它们用最小的钱啊 画出了最漂亮的图形 涨停或者大幅度拉升 涨停的股票多有噱头 很多人第二天啊 就进来接盘了 主力出货出的很开心啊 所以啊 像这种收盘前一两分钟 大胆急速拉升的股票 我们一定要警惕 如果这个股票又是在高位啊 啥都不用想啊 就是主力要出货 跑了再说 好 既然咱们说啊 这种形态的尾盘拉升 我们不能买 那什么样的尾盘拉升 才是看涨信号呢 这里大家要注意听啊 以后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做一下参考 我们说啊 正常的尾盘拉升啊 应该具备 这几个盘口特征啊 第一个就是啊 股价全天运行平稳 2点30分以后啊 才出现拉升 拉升幅度啊 至少要5个点以上 或者是拉涨停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要有连续的大单扫盘 这里注意啊 必须是连续的啊 而且成交量要配合 要放量 第三个 就是股价啊 最好不要来回反复 要呈现出啊 一气呵成的 斜线上空走势 这里啊 是个很大的区别啊 是斜线走势啊 不是垂直向上 那么符合这几个条件的 尾盘拉升啊 才是表明主力啊 想要做多 第二天啊 这个股票是必涨无疑 我们看案例啊 我们看到啊 这个股票在这一天 前面股价啊 一直在一个箱体内啊 震荡走势 对不对 在两点三十分的时候啊 在这个位置啊 出现了拉升动作 到了收盘的时候啊 到这个位置啊 已经涨幅达到了五个点 那么下方的成交量 大家可以看到啊 也是持续的在放量状态 那么我们看到啊 到了第二天啊 它就涨停了 后面啊 更是连续的五六天大涨 这样的例子很多啊 由于时间关系啊 我就不多找了 因为我们下面 还有很多内容 这是我们说啊 尾盘拉升的两种情况 拉升的细节不同啊 造成的结果 就是截然相反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啊 我们再来说说尾盘跳水 正常来说啊 尾盘出现跳水 确实是空头信号啊 也值得我们引起警惕 这个啊 不用过多解释 但是有一种尾盘跳水啊 我们需要留意一下 否则啊 你可能错过一波大肉 我们看黑板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啊 它前面啊 一直在上下震的 就这一段 对不对 但是到了收盘前的最后一分钟啊 三千手的一个大单 咋下来啊 股价只限下跌了七个点 看这里啊 但是我们通过日黑线啊 我们可以发现啊 那后面的涨势 竟然是一路上涨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我来告诉大家啊 临近收盘的急速下跌 和收盘前的急速拉升相比啊 虽然都是主力资金干的 但是他们的目的啊 却是完全相反的 尾盘急速拉升是为了出货 而尾盘急速下跌 却是震仓洗盘 后续是要大涨的啊 好我们看一下案例啊 这个股票的最后一分钟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一个大单攒下来 股价呢 直接被攒下了 差不多是六个点啊 但是我们通过日黑线 可以看出来啊 它后面啊 还是两天大涨 像这种收盘前的急劣啊 主力给出这种收盘语言 就是表明啊 我在洗盘震仓 就是要把不坚定的散户清洗出去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课程的要点啊 我就先主要的说啊 第一个就是 尾盘最后三分钟啊 出现急速拉升 代表的是主力即将出货 实则是看空信号 第二个是 尾盘最后三分钟出现急速下跌 代表的是主力震仓洗盘 实则是看涨信号 有点拗口啊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 这两个要点最主要表现在就是 出现时间的把握和拉升强度上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分辨 在咱们股市里啊 盘口语言 真的能够给出大家很多有用的信息 以前就和大家讲过啊 主力拉升也好 洗盘也好 都需要一些懂行的散户作为盟友 他们一起形成资金同盟 这样的结果啊 就是散户跟着受益 而主力呢 可以减少投入的资金量 在出货前啊 大家都是一伙的 为啥这么说呢 出货啊 肯定是要各跑各的 游戏都结束了 主力不可能说我出货了 我还要告诉你一声啊 谁跑得快 谁是赢家 而这些盘口语言啊 就是给散户的信息 所以大家平时还是要多学多看 了解主力的常用操作手法 只有你懂了这些 股市吃肉就不会很远 好了啊 今天的内容啊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好感谢大家收看啊 我们下期再见